另外看到寿丰香的一味西瓜农 在二奇瓜的即将收成完毕之际 是慷慨捐出将近200颗的小玉西瓜 委托美琴之友会转赠给花莲市的社福机构 让院生们在中秋节也能有好吃的水果来过节 一颗颗新鲜采收的小玉西瓜 分别送到了美轮旗能发展中心 黎明教养院还有毕士大教养院 这是美琴之友会吧 寿丰瓜农的爱心扩大发扬出去 特别谢谢非常爱心的瓜农 这次特别经过我们美琴之友协会 来转赠三个社福机构 今天特别来到黎明 也在中秋的前夕 希望能够送上美味的水果 来给我们所有弱势的机构团体的人员食用 中秋节收到新鲜采收的西瓜 机构的院长表示 这是院生们最好的中秋节礼物 中秋节也快到了 所以我们收到西瓜其实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中秋节不免都要吃到柚子 可是柚子对我们的服务对象有一些可能 他们不太适合吃 因为他们有服药的关系 那西瓜对他们来说百无禁忌都可以吃 所以中秋节能够在佳节前收到一个水果的好礼 我们满满的感谢 疫情期间美琴之友会也协助整合资源 帮助弱势乡亲 希望能够持续照顾花莲乡亲 让社会更温暖更有群 我想在这次的疫情期间 那非常多的社福机构需要更多的关怀 那美琴之友协会 那特别来去转正相关的物资 给这些社福机构的团体 那希望能够度过这次的疫情 那也在中秋前夕 祝福我们所有的朋友中秋节快乐 借鲁慧欢市报道